科技發展令商場的功能和定位即將再一次出現改變 如果有一個小型商場打開24小時的時候 基本上可以賣到東西 現在消費者就越來越成熟 網上都做到的東西其實都未必已經滿足到他們 無論是打籃球也好或者跑步也好 他們很希望可能在商場有機會是真的有個地方可以試 在當有途人走近屏幕的時候 屏幕就會自動播放商品 看出過未來 星期三於新時代電視以台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